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类的定义是用双脚步行会丢东西会用火的动物 男主一听那我也是人类吧 当然是人类啊 赵霞这么说 内心却认为提了个不恰当的话题 男主外表却是人类 但就其存在不能说是普通的人类 赵霞教导男主丢球的诀窍 他认为要以普通人的身份活下去 积累这些经验是必要的 在前几天的事件中 受损的房屋已经修缮完毕 但被男主秒死的大量鸟人执行者 失害的处理似乎不太顺利 他们似乎带了许多大型作业机器 打算将失害解体 但失害似乎非常坚固 所以没有什么进展 男主直言 埋了不就好了 要拿去做研究资料 因为不能直接带上去 所以打算分割后搬运上去 如果一直在这里作业 男主就没办法去村子玩了 研究所地上楼层的会议室 赵霞向主任白石做定期报告 目前还算顺利 但他不认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主任也怀疑是否能一直维持下去 问男主是不是长高了 觉得小时候是无所谓 但是长大之后会变成怎样 就很难说了 如果他依照自己的欲望行动 那可是会酿成大惨剧的 张霞表示他是个好孩子 应该懂得分辨是非 男主的能力 什么事情都能如愿以偿 没有人能够危及他 谁都能杀害 没有人能够反抗他 只要他想 甚至可以掌控全世界 但是办得到和真的会实行 是两码事 张霞觉得普通的伦理观 或道德观 并不适用于男主 同时他也认为 光是天生拥有力量 就要他负责任 是很自私的想法 那只是想随心所欲的利用他 用责任这种模拟两可的诅咒 束缚他 主人表示 只要他什么都不做就足够了 张霞表示 只要作死的蠢货 不找麻烦的话 男主什么都不会做 只要是理解男主之力的人 就不会贸然出手吧 问题在于 那些理解的半调子 想利用男主之力的蠢货 张霞打算回去 主人让他等等 现在有客人来访 如果现在一动 万一被发现就糟了 张霞没听明白 管你谁来访 我只是回到地下而已 丝毫不打算打扰客人 主人表示 来访的是个国王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人 但用日语似乎能沟通 张霞无语 既然是国王 那就是某个国家的代表吧 啥叫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 主人表示 虽然难以置信 但有人主张自己统治的世界 自称是世界之王 张霞忍不住吐槽 太可疑了吧 什么世界之王 而且还只有一个 世界为单位的王 大概有五个 各自主张自己是世界之王 因此彼此实力相当 所以勉强认同对方的存在 只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力量 为所欲为 以世界之王的名义 当作正当理由 至于什么强大的力量 简单来说 就是超能力者 主人表示 那些人就是实力 如果让RF奥米格 这种存在为所欲为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今天没有女性职员过来 因为万一发生什么事 他们都无法保护 张霞一听 啊这 主人表示 就他这样的 估计应该没问题 张霞一听 你呀超级实力的 主人又说 也有传闻说 他们对男性也照收 那个如果是女性 至今已经有相当多的受害者 把张霞气得 简直禽兽不如 禽兽也还有自己的规矩 他们感觉就是 各自为所欲为 不会犹豫 简直就像这么做 是国王的职责 张霞大叫 那现在不是悠哉的 开定期报告会的时候吧 该怎么办才好 主人表示 上面的人正在开会 希望他在这段时间待命 直到会议结束 国王陛下离开这里 张霞很想问 这么危险的人物 到底是来做什么呢 但他克制住了 知道太多无谓的事情 只会被卷入无谓的麻烦 既然只要等待就好 那么照做就是了 不过张霞想起一个 可能成为问题的事情 他跟男主说 要立刻回去 要是花太多时间 不太妙嘛 张霞迟迟不回去 男主有可能来找他 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 当时酿成一场大惨剧 主人表示 也不是要好几天不回去 请他捎带片刻嘛 如果时间够长 到时候再想办法 幸好会议事里有点事 张霞拿起 放在桌子上的遥控器操作 应该可以打发时间吧 张霞问主人很闲吗 在这里发呆吗 主人表示是随便乱逛 被发现批评才不要 张霞挖苦他真会摸鱼 就在他开始感到厌烦时 主人的手机响了 本以为是通知国王回去了 主人脸色铁精 上头的人惹国王不高兴 被杀掉了 主人也不知道咋回事 想去看看究竟 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说没有必要 张霞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一张脸浮在空中 那是有着一头红发 轮廓深邃的男子的脸 张霞陷入混乱 愣愣地看着这一幕 不久后 一云高大的外国男子便现身了 张霞目击了男子出现的过程 他从空无一物的房间中浮现 现身在眼前 这会表示 因为一直没进展 亲自来找现场的人 让他们心怀感激 贵族风格的服装 搭配奢华的披风 虽然没有戴着王冠 但张霞认为 这正是国王的打扮 再看男主这边 张霞说他会立刻回来 吃完早餐后就出门了 虽然说是立刻 但往返应该要花上一小时 再加上报告工作 大概要花上两小时吧 至今为止都是这样 而且他没有提到午餐的事情 男主想 他应该会在午餐前回来吧 然而过了下午 还是没回来 男主开始担心了 之前也曾发生过 张霞迟迟没回来 结果他被人掳走的事件 怎么办呢 要去接他吗 男主犹豫了 毕竟时间还没过多久 说不定只是有事 而稍微晚归 或许还不需要再次前往地上 总之先去出入口附近看看吧 男主带着狗狗穿过镇守森林 穿越田野之间走向村子 途中遇见了解体执行者的工人们 一见到他就开始害怕 想要避开 请问 是 什么事 男主向周围的男子大话后 男子吓得差点跳起来 你知不知道招霞小姐在哪里 男主认为招霞或许是有事来村子 才会待在这附近 啊 我早上有看到过他 他说要去上面 但没有看到他回来 这样 谢谢你 男主前往出入口的方向 四处都是巨大鸟人遗体 男主反省 要是有更好办法就好 但他想不到 走着走着 发现一个工人倒在前面 头和四肢都被扭曲 基本是挂了 男主来到出入口 发现门破坏了 越发不安 正巧听到声音 有人在吐槽巨大鸟人遗体 男主一看是灰色衣服的男女 一个瘦瘦的胸男人 一个长发美女姐姐 美女通槽解体作业真慢 问男的你能做更好不 男的嘚瑟 使用超能力 将俩人遗体的竖妆 一拍手指浮了起来 想要扭转 感觉也够呛 满头大汗 好半天才扭断手指 被女的吐槽笑话 女的问男的 难道要杀小孩 男的说那当然 你以为咱多久没杀了 他就想听小孩叫妈妈救命 因为大人不会叫妈妈救命 男主莫名其妙 妈妈是啥 母亲吗 表示他没有 男的大叫 好不容易由小孩送上门 居然是个孤儿 女的心烦了 让男的那就别弄了 男的不干 这小孩有取悦老子的义务 先拧断手脚再慢慢的 话没说完 男的倒地领了便当 女的傻眼了 男主也赶到了他的杀气 正强买一送一 女的赶紧举手叫听 等等 你啊 难道要杀我 男主说 嗯啊 大姐姐身上好讨厌的感觉 女的让他真的别啊 瞬间他身上不好的感觉没有了 同时他身上闪烁的东西也没有了 男主心想 这样就没必要费力杀他 女的不解 难道对小孩不管用 原来刚才那男的是 念动力的超能力 女的是世界第一美的能力 因为太美 谁也不想攻击的能力 貌似对男主没用 男主问他干啥来了 女的表示 因为能从房间出来 所以逃到下面来的 貌似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以为出口在下面 男主问他看到赵霞美 原来女的是从 稍微上面一层来的 男主这才知道 这个设施关着其他人 再看赵霞那边 和主任交通接耳 问咋回事 突然跑来的男人 最讨厌偷偷摸摸的了 准许他们快快说出来 主任默契 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他 突然发出惨叫 身体有什么东西 再看到男人手没了 手又回来 还拿着一颗心脏 是主任的心脏 赵霞放弃理解 男人表示 都展示给他看 只是吓下你 接着说 主任解释 这人能干涉一次元 那个心脏通过一次元 还是和他连着的 赵霞虽然还是不懂 不过总算见识了 主任补充 他们之所以敢称王 就是因为仗着这个能力 可以搞突袭必杀 任何攻击 都能用一次元回避 对方盯正 不是任意的 只能干涉一次元 和这个次元能标图的地方 自称世界大王的家伙 这次过来的目的 一个是想把 关在这里的能力者 拿去做手下 赵霞他知道 这里关了好多人 还以为是男主专用的 原来不是 主任表示 咱们是高四生命科学研究所 另一个目的 听说天使来了 这里的所长死都不肯 告诉国王天使 出现的最下层的事 所有内脏 一个个都拿出来 一个个捏碎 都不说 所以才来找他们 这最下层到底有什么 至于你们这样 其实国王本来 自己亲自去看看就了事 可他们死也不说 让他反而来兴趣 无论如何 都要他们说出来 主任只好求他饶命 光吐槽 你这样也太没出息了 其他人都视死如归 国王把被他弄得 不成人形的残骸 都拿了出来 表示就剩你们俩了 吓得主任赶紧表示 愿意说 国王听到最下层 被关的是叫 阿尔法欧米卡的少年 吐槽那不是神明的代号吗 至于这么夸张 主任开始解说 男主的危险性 国王不屑一顾 哼还以为啥 就这一点程度 居然怕他比怕我 实在不爽地说 执意要证明 自己才是最强的 下一秒消失了 瞬间移动到最下层 主任觉得这下完了 男主杀意感知再强 可对方是来自 异次元的攻击 这下男主牧力了 吓得招架赶紧赶往地下 被称为精神剑 优势的地方 简单来说 就是三次元 再加上一个属性值 四次元空间 男人可以自由来往于 三次元和四次元 可以到任何地方 无视任何防御 普通无法认知 这个四次元 无法对抗 这个能力面前 哪会有啥敌人 区区人类 就像虫子一样 别说称王 称神 都没人敢说不准 然而可惜 不是一家独有 有五个人有这个能力 都自称王 他们都暴虐残忍 唯独相互之间 不敢对视 划分了各自的支配区域 各自为政 男人心里不服气 所以想找寻别的力量 这个空间 各种景象重叠在一起 从中找到所要的 男人找到最下层 把坐标靠近自己 扭曲空间 就能到达目的地 小男孩和女人在一起 吐槽什么 阿尔法奥米卡 真无聊 虽然不放在眼里 但也没必要放过他 以为把手伸进 男孩脑子里 搅拌一下就完事 然后他和男孩 眼睛对上 简直不敢相信 明明男孩 无法认知四次元 看三次元的任何地方 都不算看 一次元的他 但男人就是觉得 被男孩看到了 难道这小子 也是一样能力 就在他这么想同时 眼睛出现了 在这个一次元 眼珠子出现了 无数的瞳孔 出现在男人周围 他明白这是男孩的眼睛 男孩通过这些看他 突然顿悟了 他们只不过是 被放过而已 这个一次元的一切 都不过是 这个男孩的一部分而已 男孩愿意的话 他们在这个世界 根本没有自由 男人因为释放力量 瞬间理解了 大叫没天理 这是什么鬼力量 不管怎么愤怒 原本可以自由自散的 他一点都动不了 吓得他要大叫 你要把我怎样 男孩不想多看他一眼 任由他这么饿死在这里 张佳回到地下 看到男主和大美女在一起 张佳问他没事吧 奇怪的人来过没 男主说没有 因为这里是中层 难道和国王错过了 再看到美女 戴号艾斯德尔 装着婚衣服 想起国王杀死所长 开放的那啥 危险等级四区域 吓坏主人的危险 家伙们 女人表示 不会反抗 其他都乖乖的 回到房间 不想再逃了 张佳疑神疑鬼 东张希望 也不知道国王会从哪里冒出来 男主问他咋 张佳有一下都说了出来 男主表示 那家话关在那头 出不来了 张佳一边吐槽 这都行啊 一边找个电话报告主人 完了直言 累坏回去吧 张佳走在男主和狗狗后面 暗暗吐槽 还说什么世界之王 同时担心男主长大 对能力自觉 不知会怎样 刚现实现实的例子 张佳确实有点不安 不过虽然没有根据 他总觉得 没有关系 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 欢迎留言讨论 对本作和男主的感想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订个月 随时关注我们 大幕会你带来更多 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